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歲末年中 我們又聽到好消息來了 你說老師 什麼好消息來了呢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突然等一下 我會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真的來不及去印 不管是口罩國家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是在這邊1月16號最早跟你講說 恆大就跑出來了 口罩要開始做國家隊了 不管是各位所看到的 不管你贊不贊成 那麼疫苗國家隊 疫苗國家隊 當時我還把4142的國光聲給列進來 所以我這個人是很公平的 一個國民黨一個民進黨的 我通通把它列進來囉 疫苗國家隊啊 或是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9958世紀剛這個風力發電國家隊 3708上尾同後這個風力發電國家隊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不管你追蹤了我幾年 但是我必須要這麼說 沒有錯 在去年以前 因為我家人身體健康的關係 我其實在節目上是很低調 甚至也沒有很認真的 在這個所謂的下午時段跟你開節目 那這個每一個人要經過的嘛 這個要回家照顧家人喔 但是各位假如你長期追蹤我的朋友 你沒有發覺啊 我經常會發現一檔股票在很低檔的位置喔 然後呢 突然之間呢 它就變成是個最重要的一個政策 一路上往上一直漲一直漲 而不是順著這個喔 如果我從那天開始 我從恆大 也就是從新冠肺炎三年以前開始啊 我每天跟你談台積電 我覺得我的節目可能就沒有像現在這麼精彩了 我覺得呢 就沒有辦法度過所謂逆勢操盤的一個情況了 而今天我覺得 我又看到一個非常快樂的一個新聞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無人機國家隊啊 五強入獵 五強裡面只有一支可以買得到 叫做 因為長榮航不能算 長榮航泰 長榮航泰不是長榮航喔 經緯航泰還新貴的啊 中光店加斯達這個是大股票 這個大家就知道 裡面只有一檔股票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叫做8033的雷虎科技啊 將來它要做微型無人機裡面 那麼列入了所謂國家五強的行列裡面 這裡面所有最小最小的那家公司 就是8033的雷虎 各位有沒有發現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有沒有想過啊 如果你在二十塊錢附近買進雷虎的話 現在是兩倍多的一個價格耶 其實還有一個所謂國家隊啊 數位安全的國家隊啊 有沒有想過啊 你在九十八塊錢附近買進金銳的話 現在是二點三七倍啊 甚至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啊 當初恆大我是在十八塊錢附近 請各位買進去 到底漲了幾倍 你幫我算算看 因為那時候比較嚴重啊 但不管那麼多總統的資格 我又看到這三個字 國家隊又是國家隊來了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耶 我好像很會找到什麼 找到王建民你知道嗎 找到陳金峰你知道嗎 你說老師開高走低 你要幫我看一下好嗎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他還在區間的過程當中 開了高當然會走低 注意喔 他走低是不是給你買的 你趕快想清楚喔 因為開高所以才會走低 沒有開高的話就 沒有開低 沒有的話開低就走高了喔 所以各位注意喔 這還是第六字停板喔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發掘一件事情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呢 應該是說你要去發掘我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在尋找這些 歷勢的題材上面 各位想想看 當初找到恆大 當初找到高端 我講句實在話一點 高端你可以做耶 還有一個 我覺得真的到現在 我只都不曉得怎麼去形容的 各位還記不記得 當初高端調出來的時候 對不起啊 我話講得比較直接 藍軍買的比綠軍多啦 至少檯面上啦 當然至少也有人自己去買啊 沒有錯啊 有位張姓前立委就進去買 不就是這樣嗎 你把新聞回去看一看 這個沒有人不能買啦 這個沒有人不能買啦 各位看到沒有啊 這是國民黨的啊 詹啟賢是國民黨的副主席啊 他是董事長啊 所以我當初把疫苗國家隊 拿出來跟各位來做分享了 因為我們才不管他政治 我們重點是 那麼這個是重要的政策 這個是重要的成長性的公司 我能不能幫你找到啊 這就是我逆勢操作 逆勢選股 逆勢選產業最重要的特色 你說對不對啊 那個新冠肺炎呢 外面門全官亡呢 我那個時候還講說 千萬不要去做空姐 空姐趕快去做什麼 去做快遞 等到解封我才說快遞趕快回去做空姐 你還記不記得 股票市場你要能夠懂得變化 那我今天來我反而覺得說 因為今天大部分的股票 差不多走的都是那個 都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該生技股的還是生技股啦 我就跟你講 該生技股還是該生技股 該軍工股還是該軍工股 我倒是想跟各位來討論一個話題啊 2022年 只是拉回來5800點 我要講說只是拉回來第一年 你到底過得好還是不好 各位注意哦 你知道18619是什麼高度嗎 也許很多朋友是 今年可能說我是小白啊 我是去年8月份才來的 那18619就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指數 我說告訴你一件事 你要去想想看 你來的時候 人出生的時候 你到底會在什麼樣位置 你要去想一下 你來參與股市到底在什麼地方啊 1861年喔 各位看到沒有 這裡是金融海嘯 其他話不下去 是金融海嘯的第14到第15年 如果是第15年的話 人家說漲三疊 漲三疊二啊 第15年的話疊10年 你們聽過這句話 那是網路泡沫的第18年啊 那是什麼 希臘風暴的第10年 我們就很多人都說 才漲三年而已 我說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啊 如果從上一次SARS算到現在的話 應該是漲了快18年的情況 那請問一下漲18年 其實有人現在 老師就拼命喊空 我是跟你講說 現在目前還在這個反韓的階段 不需要直接去喊空啦 那這中間還有點逆勢操作 只是我跟各位講說 其實每一年 它都會跌下去漲上來 跌下去漲上來 只是長線上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答案應該是比較清楚啊 跌到這裡也是很嚴重耶 跌到這裡也是很 跌到哪一個點都是很嚴重的 我現在問一件事 我不要管跌到哪裡去 你覺得會跌多久 你覺得會跌多少 應該你不會覺得18619會過吧 我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啊 你要是覺得18619會過的話 那萬海的353就會回來 如果有人有這個看法 寫得出這樣的報告的話 沒關係我停你 可以嗎 如果你覺得說18619會過的話 那沒關係啊 那234塊錢的陽明你盡量等 看看會不會等到50歲啊 20歲等到50歲 等到100歲啊 蛤是不是 這不是操作股票的態度啊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股票市場裡面呢 有兩件事是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什麼時候該下車 我應該先把漲停板畫上去給你看 因為這裡也有做反彈 但是那一次 因為是千載難逢的一次 這樣講可能 上次才被萬海揚引 什麼字就會把我告了一次 但是真的我的會員朋友 你去算你的訊號 空下來十幾支疊停板 你去算你的訊號 他們都很清楚 因為我已經知道說 海運股在代表整個大盤 領先走向右邊的這個過程了 領先走上可能漲十年要回六年半 漲十五年要回十年 它回的時候會有反彈 回的時候會有反彈 今年前半年跌後半年反彈 它一定會有這個現象 而且這個過程當中各位看到沒有 這是第一次的交會 我上面寫了兩個字叫什麼 通膨 這是教材 看清楚 這教材是代表什麼 代表我應該在過去十年以前就已經寫好了 請問 惠光東檢跟台北漲上來 這叫油價概念股 這不叫通膨嗎 那這個當然是另外的情況 因為這是碰到這個所謂的 新冠肺炎之後 那我們預期後面會變好 對吧 預期後面會變好 對吧 然後到後面 這個資金已經沒地方跑了 所以好去找什麼核醫 藥華現在也在反應了對不對 同樣的 各位看到沒有 這應該說是美國FDA 對台灣藥品開放的政策所帶動的 這叫政策概念股 美國FDA政策概念股 那請問安控國防呢 台灣政策概念股 請問大陸解封呢 中國大陸政策概念股 所以後面這裡已經走上 所謂的政策概念股 這叫活路 這叫活路 我能夠在這個下跌的過程當中 不要天天給你8046的難電 我問你一件事啦 來吧 先看難電好了 如果你有難電的 你先看看它從什麼地方漲上來的好不好 從21塊漲上來的 那從631塊跌到最低點 你不會覺得冤枉吧 因為它有一天萬又回到21塊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囉 因為這時候剛好大家都想做ABF 你來看一下2327的國巨 國巨曾經漲到1300塊 甚至這個3026吧 何生堂 它曾經一出來的時候1000塊 到現在也回不來 股東市場裡面 你一定要知道說 哪裡是歷史上的一個最高峰 那個歷史上最高峰之後呢 你必須要不斷不斷的去轉換 你要找出活路啊 所以我真的很想講一句話 安控 軍工 大陸解封 我說 提財股你要選這個高度成長延續性強 我就問各位一件事 我就問各位一件事 就這麼一件事好了 你老師一下子跑東一下子跑西 一下子IC設計好 一下子什麼 一下子什麼水泥股好 一下子今天又跟你講 今天又跟你講航運股好 等一下又跟你講航運股好 那你怎麼不去問問台華啊 他不是航運王嗎 所以這是真的還假的 股票市場你一定要能夠判斷真偽啊 所以各位想想看 我跟你講這三件東西 安控 軍工 大陸解封 安控 軍工 大陸解封 在強勢的產業下面做 只有大賺跟小賺的問題 同不同意啊 我上面這張字卡放了多久了 如果你是這三個裡面 你都做到最好的股票 你當然變成最大贏家 你只要調配得好 你很容易成為最大贏家 我是不是這樣告訴你的 我都不會去強調說 我到底是不是最大贏家 我覺得這樣子講 好像有點往臉上貼金的味道 但是我能不能幫助你 你去想這個問題就好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已經從最早期就跟你講 我現在還在講這件事耶 你看到沒有 說今年以來 你要去想到一件事 財務會不會成長 不會啊 台積電也告訴你 我一定要開始進入衰退的情況了 對不對 聯電進入衰退的情況了 那連金融代工的價錢 都可能要往下當 連8046南電 3189的景碩 把這個3.37的新興 財務都不要成長 有沒有新產品沒有啊 所以小米才要財源啊 手機就是那個手機的 你還能怎樣 手機就是那個手機的 筆電就是那個筆電 你還能怎麼樣 產品越舊啊 越便宜知道嗎 各位知道嗎 大同以前只有做電鍋的時候 沒有把資產拿出來 剩下4塊 各位看到沒有 申寶 我常常講一句話 越簡單的 申寶1604 越簡單的 沒有做的時候剩3塊 因為申寶做洗衣機 大同做電鍋啊 友達做電視機也很便宜啊 因為不是新產品啊 知道嗎 所以 至少你要是舊的品的新應用 或者什麼 舊品新應用去年叫做ABF啦 不管 總之呢 那個那個 政府扶持產業 景氣循環 當然是不好的 往不好的循環 國際相關 中國大陸 不過這個中國大陸也不好 美國也不好 對吧 所以現在什麼最重要 現在政府政策最重要啊 我還是告訴你 我今天股票沒有改變啊 普拿藤學民藥 不過沒有改變啊 現在全世界都缺普拿藤了 中國大陸一吃普拿藤 那現在全世界 換全世界沒有普拿藤吃 全世界頭痛了 所以學民藥現在變得很重要 今天生技股 你看又是一檔一檔接著上來了 學民藥裡面有一個 有他啦 我就直接這樣講 中化 其他的你自己幫我挑啊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我還是問你這句話 明年你打算怎麼過 如果你打算跟著今年的老師 一模一樣的去過的話 每天在那邊對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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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對到第幾折 我跟你講對折還會再對折啊 知道嗎 股票市場裡面 你一定要去想到 在高點永遠不知道代理出的人 我都不好意思講說 當初啊 國際1300也沒代理人家出過 如果你知道這個情況的話 難怪這個所謂的 很多人國際1300就沒帶人家出的 那你難怪知道說原來啊 萬海沒帶你出也是應該的 那你這個時候你還去找同樣一個人 這個對不起 這個叫做飛蛾撲火 把自己的錢拿去燒啊 同不同意啊 那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能夠在這個 新冠肺炎的過程當中 一路逆勢向上 你有沒有想過 大盤今年拉回來5800點 我們一路逆勢向上 靈活旋骨 永遠守在一個 最有機會的題材上面 永遠守在最有機會的題材上面 歡迎各位 如果你覺得我講的是對的 請你趕快撥通專線 這一檔讓當作你的開始 漲停漲停再漲停 而且最重要是 你明年跟著我 才知道怎麼過 就是不要錯過任何一位名師 手機掃描QR Code 鎖定運通財經台頻道 24小時幫您解盤 運達頭部 標股產業專家王老師 主流輪動快速 標股打敗大盤 上半年生計光光 完美避開虎年風險 本破斷無人機安全監控 領先市場強勢獲利 國防軍工 三級標股正在啟動 是您操作標股尋求獲利 最佳家族 銀心儲救回饋專案 先斷標股年後起算 一個不達標股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RSI 九大要領 急迫指標盲點 太弱換牆 讓您改變散戶的命運 運達頭部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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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達頭部 真心照顧 避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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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避難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波化儀等就對了 以下講的這些呢 不知道會不會讓各位感動 或者不知道會不會讓各位有感覺 各位記不記得啊 那麼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 這一段歷史 我不曉得有多少人還記得 有些有唸書的 唸到最後也把它忘了 後來各位羅斯福總統 用什麼樣的方式 把美國經濟救起來 用政府扶植產業 用政府的政策把它做出來 我想最簡單的一個情況就是說 如果景氣不好的時候 政府就會花錢做更多的建設 如果各位覺得沒有感覺的話 我現在只好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很多原住民找不到工作 他一直住在那個山上 除了種田種這個什麼香瓜 種這個哈密瓜 種這個這個叫什麼好吃的這樣 那個水蜜桃以外 他是不是都在幫政府在修馬路啊 就是政府政策嘛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政府政策是帶動經濟 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也要跟很多年輕的分析師講一件事啊 有的年輕分析師想來說 我怎麼講了半天都好像沒有人要看到我 我每天都在講台積電 我每天都在講8046的南電 我每天都在講聯電 為什麼沒有人看到我 我真的很想講一件事情啊 你有沒有曾經啊 在沒有人發現世紀鋼的時候 第一個去談世紀鋼 世紀鋼我直接跟各位講 後來漲到一百多的時候我去訪問 世紀鋼幾乎每個幹部都知道 我在講他們的股票 我還帶人去訪問 包含賴董事長我都見過沒有 你有曾經這樣子發現過無人機的 這個什麼 風力發電的國家隊 你有曾經發現過 我們國家的口罩國家隊嗎 曾經發現過疫苗國家隊嗎 曾經發現過現在無人機國家隊嗎 還有這個呢 精銳 所以我說過政府政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事實啊 你不要等到今天長上來的時候 你現在回頭想一件事情 當我在講雷虎 我們現在就講近一點 我在講雷虎會變成這個無人機最重要的公司的時候 你的老師在講什麼 他在講說雷虎沒有賺錢啦 雷虎只有賺一點點錢啦 雷虎是個小公司 不足為患 根本就不用看他 他是一隻紫老虎 是一隻白虎 現在我告訴你 他是一隻金虎啊 他是一隻金老虎啊 你想想看他預算只有13.2 國防部編了多少 5234億的預算他分不到 同樣的道理啊 你想他公司只有8.6億 國防部編了200 那個應該是數位部 現在是數位部 但是數位就國防 編221億他用不到 25倍大啊 30倍大啊 這幾倍大啊 5234億我說過 是漢翔的幾倍啊 5234億是漢翔的50倍啊 看一下漢翔 是台船的幾倍啊 也有五六十倍啊 更何況是雷虎的幾倍 你有算過啊 現在人家說有千億元商機啊 千億元 我有沒有看錯啊 這是十億耶 你以為這樣就漲完了嗎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認為我明年啊 要跟你講國防產業還會講很久 還會講很久 你自己看著辦 你自己看看我們台灣 需要多少飛無人機 需要多少潛艇 我一定跟你講到什麼 像上次 我在講口罩的時候 我跟你講什麼話 我說我黃老師 跟別的老師不一樣 我一定講到 菜市場都可以買得到口罩為止 對吧 當菜市場都有口罩了 那個時候你還在買口罩啊 概念股啊 沒有人排隊是不會有 一樣的道理 只要每個人都有普拿騰 我今天就不會再講普拿騰了 只要每個中國大陸的人都有普拿騰 我就不會再講了 但是現在還要做五人潛艇耶 看到沒有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股票市場 你一定要人家還沒看好的時候 你去看好他 你看現在到處都是所謂的風力發電 那你現在還跑去看四季缸 那不是很晚了嗎 我都要跟你講 都要看那個最新型的一個情況 在飆漲的產業當中找飆股 只有大賺跟小賺的問題 你現在在想想看你的老師 每次雷虎掌上來說 雷虎不會這樣 合成掌上來說 合成是假的 金剛掌上來說 我們台灣不可能有國防產業 不可能有什麼什麼產業 我們台灣什麼都不可能 那我就不好意思講一句話 那你跟著這些老師 我只告訴你一句話 我現在直接肯定的告訴你 你不可能會賺錢了 金剛掌上來說 那這個哪有可能會漲得上來 這是一支小股票 這一支小股票 後來哪個不喊安全監控 你跟我說 現在哪一個不喊生技股的 你跟我說 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 中國大陸的培南佔了接近八成 現在慘了 培南他要拿回去做抗爭術 那我們大家都沒得用 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時候不管他是414的劍橋 還是1701的中化 4167的松銳這些 你都要想辦法先跟他賺一陣子再說 而且一定要等到 中國大陸通通都有要的時候 接下來還有一件事 中國大陸已經瘋了多久了 親愛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想過有些公司 我以前是不是跟你講2929的淘地 所以我講的都是最強勢的題材 你看一下淘地從哪邊跌下來的 你再去想想看你的股票 是從哪邊漲上來的 是從哪邊漲上來的 你再看一下3454的金銳 從哪邊跌下來的 你再看看你的股票 我當初是從哪邊漲上去的 各位看到沒有 我是長線的逢低者 你是長線的追高者 結果今天來我看 這事情又來了 我們的衛福部長 這個 這個有點回答的 我也是有點傻傻的 反正總而言之 他說有可能會限制大家 買退燒藥的情況 我想說 他又來了又變國家隊友 連普拿騰 不是普拿騰 連我們現在講的這些 這個這個這個 學民藥 學民藥 都可能變國家隊友 我有點意外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不是就是這樣子嗎 這不就是各位要尋找的東西嗎 你各位來看一下 來 其實我昨天就已經跟各位講到了 我說你去看華論制藥 你去看這個所謂的 反正現在來不及看 你看華論制藥 華論制藥根本沒有跌 表示什麼 表示中國大陸那個叫回檔 你們老師就說 這沒效了 誰還誰 我說我每天看到這個新聞 我都會去驗證一下 有今天什麼 航運股大漲 你去看一下馬斯基 有還是沒有 那我再問各位件事 我用電腦講就好了 前兩天去買5471松漢的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現在的MCU 根本一點都不缺貨 結果呢 進去一天而已 整個這麼大一根倒貨出來 這要跌到那邊去 連我都不知道了 誰能夠幫你 誰在害你 2023年由你自己做決定 我真的強調一件事情 很多人看到對的事情都不動作 看到錯的事情已經動作了 就不回頭 我告訴你 人生最可怕的是被自己套牢 你相不相信 你這樣子做 一點都不會套牢 買了就給他賣掉 你什麼套牢的啊 我管你套地不套地 我管你日有不日有 我管你久遇不久遇 我賺了錢我就可以走 為什麼不行 你告訴我為什麼不行 親愛的投資朋友 管你是環天 管你是仙境光 管你是雷虎 我賺了我可以走 但是有些人就是這樣 我當初買在500啊 老師我當初買在多少 買在200啊 老師我1000塊買連發科啊 老師我都要600塊買台積電 洋印鈔說可以買 這些人能信嗎 現在說全面給你修正 前一段時間跟你講說力挺 前後才幾天啊 12月初12月 前後才20天啊 歡迎各位注意喔 我每次講的 都是真的能夠治病的啊 都是真的有效的啦 這個普拿騰學民藥 台灣現在目前是第一名 因為前兩名是外商啊 如果你要找我們台灣的話 這是第一名 而且現在呢 我一講他就開始在電視上廣告了 你不相信你自己去看 他在電視上廣告代表說 他們公司也知道說生意藥好了 歡迎各位跟上 所謂的台灣的學民藥 台灣的普拿騰 掌停掌停再掌停 我們等您電話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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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台股好事多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每週產業分析 專業分析師為您解析 掃描QRCO訂閱台股好事多 讓您不再錯過精彩節目 黃靖哲老師聲明書 近來網路詐騙猖獗 利用黃靖哲銷向發送LINE訊息 提供不時的股票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請撥打 三級標股正在啟動 使您操作標股尋求獲利最佳家族 迎新儲救回饋專案 先鑽標股年後起算 一個不達標股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